大家好,我是护肤专家郑林。 淡淡月光,默默双降,大眼南非四念长,各位是否都有做好换季护肤的准备了呢? 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一些秋季居家护肤方法。 接下来有请各位一同跟我了解一下居家护肤吧。 皮肤是包围在人体外部可不断再生的一种身体组织, 而皮肤屏障是由表皮角质层所组成, 扁平的角质细胞层层叠击,形成皮肤最外层组织, 从而发挥屏障版的保护作用。 虽然看上去就像是一层又一层的构造, 不过角质层的层数会因性别、年龄等而有所不同。 我们一般经常用到去角质产品来除去表层角质, 但其实在皮肤组织中,角质层的作用不仅极为重要, 还是形成皮肤屏障的关键因素。 皮肤屏障可防止因干燥环境而引起的水分流失, 也可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环境污染、化学物质等外来有害物质损害。 说起皮肤屏障就不能不提到PEWL, 即精皮水分损失的简称。 此处的精皮是指刺激或物质穿透皮肤的一个用语, 简单来说就是指皮肤流失水分的现象。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肌肤中油水平衡的重要性, 只要油分或水分其一出现过剩或过少, 都会引起皮肤平衡失调, 这会导致各种皮肤问题产生, 因此水油平衡极为重要。 肌肤因各种问题而疲惫不已。 为了修复受损的肌肤, 就要选择先使用适合自己肤质的护肤品来刺激我们的精皮。 为了不知该如何根据肤质来选择合适产品的观众, 接下来让我简单地说明一下。 属肝性肤质的话, 请在护肤最后阶段中充分涂抹营养面霜。 属于油性肤质的话呢, 应该选择质地轻盈的产品。 至于过感性肤质呢, 应根据敏感程度, 自主选择不会为肌肤带来负担的产品, 进行护理即可。 通过补水式保湿、 泛醇、 多功效保湿、 透明质酸、 屏障保湿、 神经血胺, 这三个保湿护理阶段, 能为肌肤细致补充高密度的水分。 在角质护理后, 使用爱多美肺炎系列产品, 就可以通过持久保湿, 让肌肤变得通透有弹性。 同时抚平细纹, 最终达到改变精皮现象的效果。 了解完皮肤屏障之后呢, 现在就来仔细了解一下 秋天居家护肤方法吧。 下面我将使用保湿功效卓越的 爱多美护肤产品, 并且在模特的配合下, 为大家现场示范一些居家护肤方法。 我们在清洁面部后, 当脸部还有些细水分时, 请轻轻拍打皮肤, 让水分充分吸收。 接下来用化妆水沾湿化妆棉, 顺着皮肤纹理涂抹脸部, 为肌肤填补在清洁面部时 所流逝的水分。 在使用眼霜的时候, 请谨记使用五只手指当中 力气最弱的无明指。 接下来是乳液。 取出适当分量, 脸涂在脸部后, 不仅可以轻轻拍打, 帮助皮肤吸收, 也可以轻轻握拳, 按摩皮肤。 针对秋季保湿, 我们要在脸部充分涂抹 营养霜之类的产品。 再加上轻微的滚动式按摩, 让皮肤均匀吸收, 进而形成一层水分膜。 现在就来讲一下 早晨的护肤流程吧。 用爱多美飞檐水润系列的 少肤水, 与集中护力系列的 深层补水安平。 用气充分渗透化妆棉后, 附在双颊的部位上。 这就是早晨护肤的第一步。 在晚间也可以进行特别的护理。 为了舒缓疲倦, 可将肺炎系列的乳液 与提量维他安平 以及24K黄金安平 加以混合。 从而形成睡眠面膜后, 涂在脸上, 睡个好觉就可以了。 或许有些朋友 习惯把护肤品脂 涂抹在脸部。 其实最好是把脖子后颈, 锁骨上胸的部位 也一并仔细涂抹。 让我来分享几个 使用产品时候的小贴士吧。 当皮肤无法吸收时, 可以轻轻拍打 以促进渗透。 护肤品快速被吸收时, 可根据个人肤质多涂一遍。 由于艾多美的舒缓修护系列 镇定功效非常不错, 因此我们可以在化妆棉上 以2比1的比例, 倒入舒缓修护系列的 溶腹水和舒缓修护 浓缩精华液。 积雪草成分可以有效 舒缓、镇定、过敏性肌肤 或痘痘性肌肤, 而艾多美的积雪草 舒缓修护系列 富含多种积雪草成分, 所以附在痘痘区 或是容易过敏的唇中、 双颊上 就可以简单地达到镇定效果。 以上就是一些艾多美产品的居家护肤方法。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要忽视换季期间的皮肤烦恼, 让我们在家里好好进行皮肤管理吧。 我是护肤专家郑林, 感谢大家的收看。